中國外交部在星期日表示 外交部副部長孫慧東在4月20日就南韓總統尹錫悅 有關台灣問題的評論 召見南韓諸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 南韓總統尹錫悅近日在接受路透社專訪 談到了台灣海峽可能爆發戰爭時表示 違曉著台灣緊張局勢的升高 是因為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 南韓與國際社會站在一起 絕對反對這樣的改變 他還表示台灣問題不單是中國和台灣之間的問題 也跟北韓問題一樣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據中國官媒表示 孫慧東聲稱南韓總統尹錫悅的言論完全不可接受 中方表示嚴重關切以及強烈不滿 南韓諸華大使鄭在浩表示 韓方一貫尊重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立場是無變化 路透社在星期日報道說 在孫慧東召見南韓大使之前 中國外交部上星期曾批評說 南韓應該謹慎地處理涉台事務 首爾則予以反擊 召見中國駐南韓大使形海明 抗議北京的言論 聲稱這是嚴重外交失禮 私來打算 對於外交召見 我們用這個操心的監視